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關注最新消息 在新竹市一名男子 哈曬昨天 下午五點多 騎車回家 電視民想要行進這交叉路口的時候 突然就被這樣天外飛來的 一捆封線的封針線 那麼纏繞頂部 男子下了趕緊煞車 後頭熱心民眾也趕快協助 把他這個線移開來 雖然說成功保住一命 可是這男子的頸部已經被割出 兩道轟轟的傷痕 回想整個事發經過 心有預計 大馬路上一輛白色機車行駛而過 不過騎到一半 整輛車卻突然倒下 後頭還有好幾輛車呼嘯而來 差點撞上去 但可怕的是 海騎士跌倒的竟然是天外飛來的 這捆封針線 14號下午五點多 陳先生從新竹市區騎車往南寮方向 新京東大路與天府路交叉口 突然被一捆封針線纏繞頸部 他嚇得緊急刹車 機車也來不及停好 只能往旁邊丟 還好當時現場的車輛車速都不快 才沒有釀成椎狀意外 但騎士的左邊頸部已經被風箏線割出 兩道深深的紅色傷痕 陳先生回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現在想到好端端騎車回家 卻被飛來的風箏線纏繞 差點送命 只求能早日釐清恐怖風箏線的來源 以免還有下一個被害者 記者眼日榮新竹採訪報導